好多渔祸都还缠绕在网上 蛮子还没空解出来啊 等下拉完网再一起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拿达标哥 前面两个网的收获是非常的好 啊 虽然没有值钱的渔祸 但是上的渔祸够多 基本上是堆积成上那样子 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第三个网 希望第三个网也是大丰收吧 海里面剩下两个网啊 一个大网一个小网 现在先拉小网 最后再拉大网吧 而且现在天气好像有点变化 突然有点风浪过来了 这样子我们拉网网就要返航回去了 而且拉网的速度也要变得再快一些 毕竟还有两个网呢 要快一些了 先来了一个大刺豚啊 又来一条火点鱼 这个网放的时间比较长啊 鱼货应该多一些 柠檬鱼来了一条啊 还来一条这种小石斑啊 有个二三两吧 胖大星也来了一个啊 脚剥皮鱼啊 这一伙上的一伙都没有重复的 今天的海水已经算是比较轻刺了 毕竟也是大风过了好几天了 今天补上的这些黄鸡都挺大条的 特别是上一个网补到的黄鸡也是比较多 但是今天补到的小剥皮鱼就比较少了 不过也是正常的吧 水是越来越冷 小剥皮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少的 都是这样子 上一个网简直是大丰收啊 而且这个网放的位置离上一个网位置不远 而且放的时间比他长 应该鱼货也可以的 就看有没有机会来多一些值钱的鱼货了 又来一条这种小石斑啊 不过这个网的黄鸡也是挺多的 而且都是挺大条 大家看一下 又大又肥的 像这样的黄鸡已经能卖到50来块钱了 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鹰鸽鱼也是来了一条臭日闹啊 现在的加急数量就是真的少了很多了 第二条火点已经被螃蟹给咬了 广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太长 难免也会有几条鱼或被螃蟹给咬掉很正常的 哇 这里还来一条这种狮子鱼啊 这种狮子鱼是很剧毒的 不要被它吃到了 吃到了可是很致命的啊 所以捕到这种 一般直接把它放回大海 而且要把它解出来是一定要小心 小心 再小心的 芝麻帮也是来了一条啊 这条看起来应该有个半斤左右吧 好多鱼货都被螃蟹咬了一口啊 不是挖掉眼珠子 就是咬掉一块肉 哇 这条黄鸡都够大条啊 应该要达到一斤多 接近两斤啊 这么大条黄鸡不知道价格会有没有好卖一些 今天的这些箱头都挺大条的 前面两个网的箱头也挺大 大的箱头价格会好卖一些啊 小剥皮一斤依然是65啊 这趟回去不知道会不会涨价 现在小剥皮的数量已经少了很多了 涨价也是应该的 已经是开始有点供不应求了 又来一条这种小石斑啊 这已经是第三条的这种小石斑了 而且这些小石斑看起来还算挺大吧 有个半星多点这样子 小张红也来了一条了 这条看起来就不大 现在还在期待着大网能不能拉多一些大货出来 振奋人心啊 应该有的吧 这个网的鱼货以这个大黄鸡为主啊 都挺大条的 今天的小剥皮虽然少了一点啊 但是看起来肚子都是圆鼓鼓的 应该是挺肥的 这个网络的公司 有提到所以调吃马邦 今天的这种小桥 所以调吃马邦 今天的这种小桥 一条的石斑鱼都是来了不少啊 不过感觉都是挺小条的 都不值什么钱 而且都挂了就更便宜了 没办法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网的柠檬鱼都是比较少 黄鸡倒是挺多的 而且都是很大很肥的这种 好像也没遇到鱼群吧 不过现在感觉风好像是越来越大了 情况有点不妙啊 所以我们拉网的速度还要再快一些 而且还有一个网在海里面了 所以我们准备把一些不用养活的鱼群放在旁边 等下把网拉完再一起解出来 一个小椰子带着一条海里过来啊 海里的话现在已经也是有个四五十块钱了 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我还来一条大货 这是一条鸣鱼啊 挺大条的 好多鱼都没有时间去解啊 因为要加快速度拉网了 而且有的鱼都被螃蟹给咬了一口 好不容易来一条山刀也被螃蟹给咬了 这下子就惨不忍睹 太浪费了 哎没办法啊 赶紧把网拉完然后就去拉下一个网吧 这条鸣鱼倒还行啊应该有个 三斤到四斤吧 看起来是挺大的鸣鱼肚子里是有鱼胶的 最值钱的也就是他的鱼胶了 他的鱼肉就不怎么值钱了 好就这样子王也就拉完了 大黄鸡比较多啊其他的鱼货都比较少吧 还有一部分的鱼货在网上面还没解出来啊 先把鱼解出来吧然后床慢慢开到下一个网的位置那边去 这个网也是拉完了这个网收获就差一些 还有好多条鱼都被这个螃蟹给咬掉了 损失惨重啊 收获不多也没有特别之前的鱼货 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最后一个网啊最后一个网是大网 拉网就准备返回去了 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要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我是哪有导标哥喜欢我视频了记得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